我们有的时候没解释愿望 而要进行解释 这个时候是很生硬的 但是当一个东西你真正懂的时候 不叫你解释 你也要多嘴 你也想解释 那么所以我们画一幅画 经常有一种人说 这幅画你画好没有 那么有的人画家画画永远画不好 他一幅画就放在那边 永远画画 今天加几遍 明天加几遍 这个时候不是说他没有表现好 没有再现好 而是觉得他没有解释好 就是他还是没有把他自己 所完全知道的东西 在他的作品里来告诉你 所以我们说一幅艺术作品 这是凝聚着艺术家的心血的作品 假如他不到解释的层面 你是根本就没 你只会看到没飞的艺术家 只有你看到了他一幅作品 要想把他所有知道的东西来告诉你的时候 那时你才觉得他是花了心血的艺术家 就是这个区别 那么这样就有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迪尔泰说的 迪尔泰说过一句话 他说自然科学是解释 社会科学是理解 解释是什么呢 解释是因果性的 理解是什么 理解是体会性的 所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因果的解释 因果的解释往往是用 它的环境来加以解释 这叫做因果性的解释 因果的解释呢 不同于理解性的解释 理解性的解释是什么呢 理解首先是沟通 然后再是顿悟 然后就是谈看法 理解是三部分 首先就是和你研究的对象进行沟通 沟通以后你豁然开朗 你顿悟了 最后呢你完全懂它了 你就谈看法 这种解释叫做体会性的解释 那么那种体会性的解释呢 它往往是由话语不定 到话语转化来完成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强调那个理解 那么理解的第三个含义呢 就体现了从物像人的转化 强调把外部的现象的研究 从群体的研究 转变为个体的研究 转变为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 那么过去我们总是全叫因果论 因果论就是对人的行为 进行一种原因的分析 那么这种就是寻求一种合理性的解释 但是后来人家觉得这样解释是不通的 不够的 因为你是片面的 你不是完整的 我们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完整的解释 你就要靠理解 因为理解才是一种完整的经验 理解是在认识认上取得最充分的经验 因果认取得的是部分的经验 所以因果认后来加以改善了 过去我们往往用一种原因来解释一个现象 后来我们就改善成用多种原因来解释一种现象 你比如说种子发芽 你不能说种子碰到水就发芽 因为种子发芽还要有温度 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空气的 所以你就要多理由多种原因来解释 但是你即使用多种原因来解释 事物还不完全是因果的 因为事物有很多情况下 它不完全是有因果的 也即使条件都满足 这件事情有可能不发生 并不是说所有的战争的条件都满足了 必然就要打仗 而且必然就要打仗 由于那个指挥官那天正好身体不好 他就不能打仗了 有可能吗 所以那个历史的事情 人的事情 它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豪迈地说 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可以沮丧地说 所有条件都满足了 这个事情还是不产生 这种情况在人类社会里 是比比皆是的 所以我们强调理解 理解在这个程度上 既是一种完整的充分的经验 又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宽容 人是不是需要宽容 你说你为他着急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 皇帝不急什么 急使太监 干嘛 你再宽容一点 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 有些人学文好的很 就是不写文章 他为什么要写文章 明白吗 有些画家那个技巧非常高 名声非常小 就是不画画 他为什么要画画 你不要为他着急 因为你要去理解他 你要对他一份宽容 也许他的画是五十年画一张的 而你是一年画五十张的 这个就是他和你的区别 他一直在勾思 他要二十年画一张 五十年画一张 你看这个人很有名气 很伟大 就是不画画 你等着 也许他一生都没有画出来 他想画的东西 但是你都宽容他 你还得承认他是最高学问家 因为他高级 他高级倒可以不画 你像老子那个不信写了五千字 老子如果不是被那个人逼的 他连五千字也不写 但是他五千字不写 老子还是老子 是不是 因为他留给人家人类五千字 所以他被弄得神秘的不得了 按他的本性 他是五千字也不愿意写的 但是他五千字也不愿意写 不等于他不想写 而是可能他要用一万年才写一篇作品 他没想好就被人逼 被逼无奈把不成熟的作品拿出来了 他不高兴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呢就是说 理解也是给了一种宽容 既然你承认人都有自由意志的 所以强调理解 你就不要为他着急 不要为他编计划 真正的好作品 都是按照他自然程序产生的 都是水到渠成产生的 绝不是催生出来的 那么理解呢 也体验了什么 体验了一种感知 理解就是从认识上去的充分经验呢 他就这么一些步骤 首先是感知 感知还是不够的 感知以后你要带入情感 你感知了一个东西 你又带入情感了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第三步叫想象了 想象以后你才进入体验了 体验以后才进入理解了 所以这里有五个步骤 假如你要对某种东西进行理解呢 首先你要感知它 感知了以后 你根本还是不懂它 你都要对它附上情感 附上情感以后呢 你才可以进行想象 你不能做到我们有一句成语说的 叫做凭空想象 凭空想象是没有用的 你首先要给它一个感知 然后给它情感 然后再想象 想象以后 你就可以进入什么 历史移情了 你把自己带入到它的处境里面 去体验它的情况 体验以后 你再进行理解 只有理解了以后 你才可以解释 看到吗 这是一步跟着一步的 那么这种理解呢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体现了从外部到内部的转化 外部研究是具有缺陷的 因为外部研究 你得到的都是证据 是物 是一种事件 是一种材料 是一种档案 是一种零碎的方方面面 对外部的这些东西的研究呢 并没有办法是你了解 人的动机 人的内心 人的感觉 人的激动 人的痛苦 人的选择 人的失望 人的迷茫 人的焦虑 人的关系 结果呢 必然就导致一个结果 叫做动机和结果相分离 这就是人文科学和艺术学 自然科学化的结果 我上次有一节课里 我反对培养艺术家 用工程学的方法来培养 是不是 我反对这个观点 就觉得艺术家这个东西 不是能够靠用工程学的方法来训练出来的 并不能说你要跳舞 你就赚多少个圈 你一定能成为舞蹈家 因为练书法 你这么练了几本铁 你就一定成为艺术家 不是这回事 因为这里面有带有太多的心性的活动在里面 带有太多的内心的感觉 激动痛苦 选择失望迷茫 焦虑灵感什么都带在里面 假如你不把这一部分 也就是作为艺术家 人的一部分包裹进去 你结果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动机和结果相分离的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说就是企图来建立对人的行为的动机理解 我们过去仅仅强调了人的行为后果 和对人的行为的原因的解释 但是却没有对当事人的动机的解释 理解就是理解什么 理解他为什么做这件事的动机 主要就表现为你把物向人转化 包括你的材料向思想的转化 人的最后的动机 要从他的思想方面去寻找 这是物向人的转化 还包括语言的转化 我们过去写历史论文 经常用的是分析性的语言 现在我们要用叙述性的语言 要用讲故事的语言 描述的语言 那么分析性的语言和描述性的语言 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只有描述性的语言 才能创造出一种生命的境界 分析性的语言 就是人的疏远化 是把人的物化 你凡是要把一个人物化 我们就用分析性的语言 公文性的语言 公文性的语言 你没有感到公文和人离得很远吗 而信和人离得很近吗 我寄一封信给你 和我寄一封公文给你 你觉得什么感觉 我在给你一封公文上面 还盖个章 完全是把你当作什么 当作一件物 一种一个类别里面的一个子类来对待 那个时候你感觉不到动机 你只感觉你是个物 但是用描述性的语言 写信 写信上面还有一个约定书生叫亲爱的 是不是 外国叫Dear Dear Sir 对吧 是吗 这样来写的了 那写信的目的 现在我们中国也学会了 我们写信亲爱的什么的 你们是不是这么写的 写完 不管是写给朋友的信 也是亲爱的 亲爱的这么乱写 那么一写就是拉近距离 你没觉得你的信 就是体现了一种什么 体现了一种语言上的转换吗 它从分析性语言 转变为叙述的语言 讲构式的语言 从而创造一种生命境界 所以我看有的人的信写得很好 他一封信里要讲很多事情 今天我怎么了 还有一些信写得不好 他谈很多感受 简直像诗歌一样 他里面没有一件事情 只是我今天感觉很不好 今天天下雨 尤其我有一种忧愁的感觉 我觉得能活得完全是一种 没有意思的活着 这个就是一种情感流露 你们只要去看看你们记日记吧 但大概你们现在都没有记日记习惯 有啊 有就好 你看看你的日记有三种日记 一种日记是情感日记 每天谈自己的心性的 一种日记是讲很多example 讲过很多例子的 还有一种日记叫工作日记 工作日记很重要 你们作为艺术家每天都应该积极工作日记 比如说今天练这个曲子 不够放松 音色不够亮 我们都有两种语言 一种是对观众的 还有一种对自己的 自己的语言很简单 是写给内行看的 内行看的和那个语言 叫做工作语言 工作语言手放松一点 手抬高一点 音色不够亮 放松一点 手低一点 这叫工作语言 对别人去讲的语言 你是听不懂的 就是说贝多芬的那个作品 原来是在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思潮里产生的 主要是受到拿破仁的 那个什么称地位的 那个什么刺激 结果他把英雄交响曲 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交响曲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东西你讲给贝多芬听 他大概也不懂 他懂得只是手抬高一点 音色亮一点 这个音不对 这个应该换另一个语言 这叫工作语言 明白吗 这叫工作语言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话语的转换 那么第三种转换 就叫人生境界的转换 理解一来 就强调从人的处境方面来考虑 那样就来考虑 人的外部处境 所造成的他的个人的处境 这样来提升一种 人的生命境界 人生境界的转移 那么人生境界的转移呢 就会对他的行为动机 做出一种行而上的风险 有很多人做出决定 不完全是可以用物理性来决定的 不可以 也就是说我说的物理性就是不可以用身体来决定的 有很多人做出某种行为 它不是身体的欲望导致的结果 而是精神的欲望导致的结果 比如说文化的 价值的 宗教的 信仰的 而不仅仅宗教的 导致的结果 你看很多事情 像有很多宗教的传教士 他们到很苦的地方去传教 我们讲的好听一点是什么 是信仰的力量 但是很可能它是一种精神的价值 它不是一种什么 不是一种社会的功利 那么再进行顿悟 再进行强调理解的时候 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被培养出来了 这叫顿悟的能力 顿悟 悟性 我们说人都要一种悟性 悟性这个东西也是形而上的 你很难去 我今天突然这种悟性 你的悟性确实很形而下的 我今天突然对苍蝇有悟性了 可以吗 我今天的悟性 对鸭子有一种重新的悟性 悟性一般指的是 对什么东西有悟性 是对形而上的东西有悟性 宗教的神秘主义 创作上的灵感 理念的方式 人的感觉 人生经验的一种什么突破 对有些完全不知的东西的一种 重新被感知被认识 它是指一种形而上的东西 悟性是这种东西 那么还有一种转化呢 就是从审美的经验 向审美体验的转化 审美经验呢 在西方呢 越称审美意识或者美感 在现代呢 越称为一种审美的态度 包括审美的感知 情感 想象 理想 道德 各种目标 这叫做审美经验 什么叫审美体验呢 审美体验是指指人的心性部分 内心 指指心性 审美体验指指人心的 指指心性部分 审美经验有积淀性 审美经验往往是被动的 历史性的经验嘛 经验你审美多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哪些是美的 哪些是不美的 它是积淀的 它是相对被动的 相对静态的 它是根据一种规则来进行的 审美体验呢 更具有主动性 主体性 生命性 个体性 创造性 偶然性 我们现在的无法律要性 创造性 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所以我们这里区分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审美经验 一个叫审美体验 现在作为大家都是艺术家 你们审美经验都有 但是你们的审美经验 都是不够主动 不够积极 所以假如我们把审美经验 变成审美体验了 你就变成主动了 你很主动 你很会联想 很有主体性 很有生命性 很有个别性 很有创造性 很有无法预料性 不期而遇 而且是动态的 艺术家要的 实际上不是审美经验 而是审美体验 审美体验的人实际上是活着的人 他看了一看就知道你没美感 一看就知道你不行 一看就知道你身上的那个 潜能没有发掘出来 所以我们强调审美体验 实际上是从审美经验 转化为审美体验 那么所以从审美体验来说 强调体验和理解 就是体验了对复杂事情的 偶然性的一种重视 对人的心性的一种重视 所以我们说 理解和体验 它不是轻易地根据经验和规则下结论 而是根据自己的感悟下结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